everyday与everyday都表示每天 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分开写的everyday表示每天是个时间 后面不能跟任何的成分 而连着写的everyday表示每天的 是个形容词 后面要跟一个名词 例如我每天学英语 后面没有任何的成分 所以要由分开写的everyday 你每天的生活怎么样 这个地方有个名词life 所以要用形容词每天的连着写的everyday 点个小信设论起来哦 my和my都表示我的 怎么区分呢 my它是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形代 而my呢是名词性物主代词明代 形容词性物主代词 它是具有形容词的性质 后面要跟名词 而名词性物主代词 它已经就是一个名词性的物主代词了 后面不能够跟名词 不能够加名词 好 这个地方我的书 书是一个名词 说明前面必须要用形容词性物主代词 要用my 而这个呢 后面是没有名词的 说明呢 要用名代 要用my 来课小爱心哦 everyday everyday 都可以表示每天 但是 这个有空格的 它表示每天是个时间 后面不能跟名词 everyday 表示每天的 后面是可以跟一个名词的 这个地方后面没有名词 所以要填 我们第二个 everyday 而后面是有一个名词的 所以要填第一个的 everyday 来课小爱心哦 这就是 感谢观看